暑假期间天气炎热 不少家长规划亲子活动都会往海边跑 而金山就是玩水的热门景点 金山高中为了推广水域安全 以及正确的水上运动知识 特别在暑假的一开始 举办了亲子水域运动推广活动 有SUP和冲浪体验 学生们顶着太阳到中角湾体验立场 玩得相当开心 暑假到来炎热的天气 不少家长规划亲子活动 都会往海边跑 在金山区金山高中为了推广水域安全 以及正确的水上运动知识 特别在暑假的开端 办理亲子的水域运动推广活动 有SUP与冲浪体验 一梯次50个名额 开放报名就秒杀 可见亲子水上运动的热门程度 这是金山其实是一个靠海的地区 那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冲浪基地 那我们希望透过教师的研习 以及学生的体验活动 让老师跟学生都能学会清水 然后也有一个 在夏天有一个比较健康的 休闲娱乐活动 接下来的暑假 我们也期待说 把这个金山好山好水的环境 介绍给我们新北市 或是其他外县市的居民 或是亲子 可以来亲近这样的一个水域安全 这边也有完善的救生设备 也有医务人员救生员 那这个是新北市最棒的中角湾的冲浪基地 那也欢迎未来中角国小也会办很多的体验活动 那我们金山高中跟中角国小都愿意 也很期盼的跟大家一起来 共同推广这个水域活动 金山趋势靠海的城市 金山高中期待透过暑期活动的办理 让亲子都拥有正确的水域安全观念 并且将设备完善又适合观光的清水环境推荐给大家 也鼓励亲子可以在暑假挑选安全的水域活动 而学生在体验SUP之后 分享心得直说真的很好玩 非常好玩 你觉得哪里的环节上你印象最深刻 可以在海中跳水 那你刚刚有尝试SUP吗 有 那你觉得它的绝项是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太担心 会掉下去 可以自己到海里面 而且海会很沉 你要想办法不会跌到海里面 那你有尝试SUP吗 有我有尝试过 就是我有站起来 但是我一下就跪下水了 所以会一直不断想要死 对会还蛮好玩 那你觉得它 我最需要注意的环节是什么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你要先注意安全 然后还有平衡感 就是你要站在上面平衡 然后海浪会一直拍打你 所以你要想办法hold住 SUP相当考验平衡感 学生们还分享 除了平衡感要好 还要兼具不怕阵阵海水来袭 为期两天的水域运动推广活动 明天将会让孩子们体验冲浪 透过完整的室内加户外课程 要让学生在数期都能拥有安全的水域 休闲活动 技巧平衡 金山采访报导 解决 职仇 糟